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心藏在身体中难以看透 人品渗透在皮囊中无法看清 人品需要时间来验证 人品则需要小事来考量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这种细节只会蒙蔽你的双眼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前几天吃饭 听见隔壁桌在一轮旁边一对情侣 这个男生都不笑 内心肯定比较阴暗 十有八九原生家庭不幸福 可惜这个女孩子了 说得像是认识了这个人很久一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非常喜欢用细节去判断一个人 看她的纹身就知道她不是好人 看她的头像就知道是个渣男 看她一天换一个名牌包 肯定是被包养了 有时候甚至上升到了人品的高度 但想要了解一个人 真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就像杀死一只枝羹鸟里说 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除非你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 除非你钻进她的皮肤里 像她一样走来走去 这其实在告诉我们 不要通过一两个细节 就轻易去判断一个人 王冰冰事件 前段时间因为一张照片 王冰冰突然被推上风口浪尖 照片上王冰冰和一位男摄影师 举止很亲密 网友看的照片 开始各种怀疑猜测 王冰冰也太随便了 原来她的清纯是装出来的 我早就觉得她被捧得太高了 还清纯 背地里不知什么样呢 果然长得好看的女人 背后都有无数个男人 然而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有网友贴上了这张照片的完整版 其实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拍摄工作 旁边还围着很多工作人员 彩虹堂 今年过年回家 我去看双胞胎侄子 中途去帮表姐洗了会儿菜 回到客厅时 看见她俩 好像在我的包里翻什么东西 我心想 这俩孩子真是越来越没礼貌了 于是悄悄走近 把他们逮个正着 笑着问 你俩在干嘛 他俩立即捂住我的包说 不行 你不能看 这让我更好奇了 于是把包从他们手里哄过来 看到里面多了一包彩虹糖 这俩孩子见我发现了 开始争起来 都是怪你动作太慢了 被发现了吧 还不是因为你 让你好好盯着阿姨 他来了你都没有发现 那一刻我很惭愧 彩虹糖是他们最爱的零食 他们偷偷给我 其实只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但我却误会了孩子的天真与好意 细节可能会蒙蔽我们的眼睛 为什么要讲上面两个故事呢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细节会蒙蔽我们的眼睛 在没有了解全面之前 千万不要急着去评判一个人 这不仅会让你弄错事情的真相 而且很可能会误会一个人的善良 自媒体作者吴小五曾经说过一个故事 一位同事的妻子得了重病 单位领导号召大家捐款 有的捐了五百 有的捐两千 一位叫孙志的同事捐了一千五 不算少也不算多 但有人却背地里说 说孙志不够意思 因为孙志家庭条件较好 每次救灾捐款 他都很大方 上万的捐 这次轮到同事需要帮助 还是跟他关系很好的同事 却变得这么小气 直到半年后 这个误会才解开 孙志之所以公开捐一千五 是为了照顾其他同事的面子 不想给大家压力 也不想让大家攀比 而且孙志在私下 早给那位同事送了五万 细节不代表全部 眼见不一定为时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上 有个很著名的冰山理论 人的人格 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 露出来的仅仅只是一部分 你所看到的真相 往往也只是这冰山一角 你在路上看到纹身的年轻人 或许他们只是比别的年轻人 更勇于表达自己 你在菜市场看到 为了几万块钱 在讨价还价的大妈 也许就是想多为子女 省点钱 你在大街上看到 背名牌包的女生 那可能是她对自己辛苦工作一年的奖励 馆中溃豹 看不到豹子的全貌 盲人摸象 摸不出大象的原形 当我们没有完全了解 事实真相时 千万不要随意去评价一个人的品行 更不要把细节当成事实来说 细节不一定见人品 但日久一定可以见人心 闲谈莫论人非 静坐长思几过 电影《82年生的金志英》里有个情节 看了很动容 金志英带着孩子买咖啡 孩子不小心打翻了咖啡 金志英立马将孩子放进音尔车 开始清理地面 旁边有三个年轻人 不仅不帮忙 还在平头乱足 真是个妈虫 金志英被妈虫这两个字词痛了 因为妈虫是用来贬低 没有收入 专靠老公 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 她站起来 走到年轻人身边 反驳说 你认识我吗 我为什么就妈虫了 你来这个咖啡店点咖啡 和我碰面也不过十分钟时间 你对我有多少了解 就随意智慧别人 我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遇到过什么样的人 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你都知道吗 为什么要花力气伤害别人呢 的确如此 那些围观的人中 没人知道志英是因为怀孕 才放弃了引以为傲的事业 这本来是一场牺牲 得来的评价 却是妈虫 未经他人苦 莫凭他人言 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在下着自己的血 就像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的 你不是我 怎知我走过的路 心中的苦与乐 这让我想到几年前 微博上的一则扎心故事 一艘邮轮遭遇海难 可救生艇只剩一个空位 最后一瞬间 男人竟推开妻子 自己跳上了救生艇 最后 这个男人得救了 任谁看到这个男人的行为 都会觉得无情 然而多年后 男人病故 女儿整理遗物时 发现了父亲的日记 我多想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可是我不能 为了女儿 我只能让你一个人 长眠在山山的海底 原来 当时妻子已生患绝症 这个世界 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生活中的对与错 往往错综复杂 难以分辨 闲谈莫论人非 静坐长思己过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他们不会随意 用细节评价他人 这份修养里 藏着对他人温柔与尊重 有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引发了争议 有记者打电话给蒋方舟 询问他的看法 蒋方舟说 我没读过获奖者的诗歌 于是记者马上给他念了一首 追问他的意见 蒋方舟无奈地说 仅凭一首诗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 那些真正成熟的人 都能做到未知全貌 不予置凭 况且古人常说 世欲要烧三日满 便才需待七年期 食物都需要七年 食人更是如此 细节会骗人 但时间骗不了人 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 就多花时间 去了解他的内心 余生很长 在这个眼见不一定为时的时代里 愿我们都能理性思考 温柔待人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